大家好,我是老白 今天给大家介绍 装置英特尔低功耗CPUN100的 无风扇防尘万兆迷离主机 GoWin 国伟FLNX 仍然给大家总结了 全部低功耗小主机的配置接口 包括内外接口 功耗 基础性能 大家按图锁记吧 N100是低功耗小主机最流行的CPU 它的TTP功耗只有6瓦 算是低功耗CPU中最低的 国伟这款N100小主机的型号是FLNX FL的意思是Findless 也就是无风扇 NX就是N系列了 它依然有两个SFP加万兆 还有三个2.5G网口 侧边有显示接口和USB3.0 后部有WiFi天线 这款无风扇小主机最特别的是 全身的外壳是完整的散热结构 没有通风口 意味着所有的热量 全靠金属机身排出 也就是完全的防尘设计 没有风扇完全静音 没有通风口完全防尘 这样的小主机 是我测试的所有小主机中的第一台 那么大家更喜欢哪一类低功耗小主机呢? 国伟FLNX小主机 它装置了英特尔N100低功耗CPU 四核四线层 24EU的英特尔UHD核显 DDR5内层4800MHz M.2PCIe接口 加128G的EMLC层储 双屏显示输出 双弯照网卡 加3 2.5G网卡 再加WiFi6 打开来看一下 主机和所有的配件都在这了 HDMI线纳 外接WiFi天线 COMCO转接线 说明书 这块电源12伏3A 一共36W功率 我们把小主机拿到手上 全金属机身 非常沉重 机身接口 左侧面板 COMCO 双USB3.0A口 Type-C接口 输出DP信号 HDMI2.0接口 TF卡插槽 电源开关键 前面板 带锁紧环的 12伏电源接口 USB3.0接口 三英特尔I226-V2.5G网口 双英特尔82599万兆SFP加接口 后面板有两个外接WiFi天线接口 整个小主机不管哪一面都没有通风口 是完全封闭的 取下4颗底部螺丝 取下后盖 看看内部接口 双英特尔82599万兆接口 下面是网卡带散热器的芯片 2280的M.2P3E NVMe SSD 我们找了一根NVMe SSD 给它装上去 BIOS里我们能看到PLE设置只有6W DL2是25W 稳定性是我们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我们打开AIDA64 跑FPU单烤的压力测试 CPU一条直线跑在了接近6W 整机功耗17W左右 CPU平均有效频率只有1.7GHz 我们一直单烤了1小时8分钟 CPU功耗保持在6W CPU温度最高66度 SSD温度保持在49度 散热是非常非常优秀的 CPU-Z多线程1308 单线程335.1 多线程和我们测试过的多款N100小主机相比 成绩是差不多的 单线程要差一些 CPU-Z多核2059 单核972 多核成绩只有最好的N100 三分之二 单核差别较小 CPU-Z多核2281 单核1129 多核成绩仍然是最好的N100 三分之二 六成多 CPU-Z多核1733 单核769 多核成绩接近最好的N100的60% PASMAC多线程4536 单线程1893 多线程成绩超过了最好的N100 70% 综合上面的比较 无风扇静音的国伟FL-NX 6瓦的性能释放 只有最好的N100的性能的60%到70% 接着看娱乐大师总分 355941 CPU得分 125842 我们还给N100运行了OpenW测试 AES 569,799 XX20 297,842 CORMAC 620,044 CORMAC 只有6万分 大概是最好的N100的60% HDMI接口 能够输出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Type-S接口输出DP信号 最高支持4K144Hz 8bit 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我们这台显示器 支持DP接口超频到160Hz 超频后 Type-C接口能够支持4K164Hz的8位RGB非压缩信号输出 索尼OLED电视 连接HDMI线 能够输出4K60Hz 8位RGB非压缩信号 接着我们看看 Intel UHD核显的相对强项 视频解码 它最高能硬解本地8K60帧AV1视频 YouTube 8K60帧AV1视频 流畅播放 硬盘测试 M.2 PCIe NVMe SSD 890兆B每秒 这就是PCIe X1的速度 WiFi测试 Intel X201 Wi-Fi 6 无线网卡 跑上了800兆BPS 算是我的无线网络环境中 WiFi 6网卡跑出的很好的水平 2.5G网卡我们使用了iPad 3测试了内网性能 不论单线程上传下载 还是多线程上传下载 都接近2.37G 跑满了带宽 这些2.5G网卡没有兼容性问题 我们也测试了万兆SFP加的性能 仍然使用iPad 3测试 没有开矩增的情况下 单线程上下载都只跑到3.3G左右 而多线程上传跑到了7.4G 多线程下载 跑到了接近9G 达到了万兆的标准 拷贝大文件 跑上了800兆BPS 这台国伟FL-NX主机 装置了低功耗N100CPU 只有6W的性能释放 我们直接列表给大家看 整机功耗没有超过30W 待机最高功耗12.3W 按这个结果 36W的小电源能够轻松搞定 时温29度的时候 CPU待机温度50度 SSD待机温度42度 本机没有风扇 是完全静音的 它的散热全靠机体 所以我们使用测温枪 在Cellibank R23测试 CPU满载的时候 把各个面的温度都测了一下 最高就是正面的51度 国伟FL-NXN100小主机 6W的供耗释放 性能发挥只有N100的70% 但我们知道 这是一台无风扇静音 全封闭防尘的小主机 所以它的性能和有风扇有通风 性能发挥10到15W的其他小主机 相比是不如的 但它的静音和散热是最优秀的 而且它有双万兆SFP加 还有三个2.5G网口 接口兼容性也是非常强悍的 国伟2286SN系列 是我们测试过的 最修正的万兆软路由 这次这台FL-NX 虽然没有这么修正 但是它可以算市场上 最安静的万兆软路由 万兆不带风扇 活这么久 我也是第一次见到 总结一下 国伟FL-NX N100小主机 出厂6W的性能释放 Findless 无风扇 防尘之下 性能表现只有最强的N100的70% 散热非常完美 接口超级强悍 这是一台做工精致 绝对静音 绝对防尘 散热完美 接口超级完美的 低功耗软路由小主机 适合对静音和防尘 有高要求的玩家 好了 今天就讲到这里了 我是老白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